可以摸摸看 弟弟你覺得左邊用鐵器加熱的會燙 還是用右邊玻璃加熱的會燙 左邊 你覺得左邊確定 好 那把它移開請你把臉貼上來 去證明他會不會燙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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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啦你要相信 對對對快點快點快點 你自己覺得 你自己說左邊會燙代表右邊不會燙 快點快點快點 把臉放上去快點 把臉放上去 你要坐實 請霧霧 沒有請霧霧快點快快上去 會燙嗎 完全不會真的完全不會 可以嗎 好那換左邊的話 你臉真的臉臉臉上去都不會燙 你看他現在還在加熱 我們來按加熱等我一下 快快快臉 你相信叔叔 相信叔叔好不好 真的真的你相信 除非你說 我剛才已經開 你看一直都有在加熱的狀態 可以嗎 你相信叔叔 來 摸一下 你真的把臉弄到屁股 長的 長的 看起來很燙耶 有感覺嗎 有感覺嗎 你就這樣放著 放到你有感覺 我們就下課 那可能這輩子不用下課了 真的 真的都不會燙 真的都不會燙 真的不會燙 有感覺嗎 你再乾淨嗎 你知道嗎 你的肉啊,你的肉都擠過去了 好,我跟你,啊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沒有導熱 對,電磁爐的話,它是利用電流磁效 然後那個鐵,那個玻璃,玻璃沒有 對,電流磁效以後再用磁去生電 電磁感應產生電流,然後電流再去加熱水 因為那個鐵碗可以導電 對,鐵碗可以導電,這沒有東西可以導電 那個石鹽水的話可以 對,我們試試看 這樣可以齁 好,待會我就跟你說真的安全了吧 你要相信老師的專業吧